明天就是举国欢庆的马来西亚日 沙巴亚币独立草场 已经完成最后的彩排工作 准备为全民带来盛大庆典 通讯部部长兼庆祝活动 筹委会主席法米指出 主办方已经调整一些 需要改善的事项 确保明天的活动顺利举行 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很残忍 尤其是由各个游客 例如音频道 有很多问题 但我相信跟伙众们 我们会得到掌握它们的好 所以至今 我认为我们差不多有节目 我们差不多有节目 我们只需要改善一些事 我认为它会变得特别 很特别 亲自监督彩排演出的法米透露 当局准备了一系列精彩表演 希望公众明天可以到场参与其胜 除了法米 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 拿督刘靖之 也亲临现场监督筹备进展 并呼吁沙巴子民 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日子